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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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集會分享一下台中一些新開的大型購物 和在地台灣人通常會去的Outlet 裡面還有一些適合一家大小都適合玩的遊戲設施和水上樂園 和都會講一下他們附近有什麼景點和夜市 他們的位置交通資訊等等 事不宜遲 去片 出發前都有兩款Creative新出的耳機和大家介紹一下 分別是Sand Hybrid X5的頭帶式和入耳式耳機 來自新加坡品牌的Creative 作為全球音頻設備製造商 一直追求技術創新和聲音的品質 兩款都用了他們自家技術Super X5 會根據你的頭部和耳朵結構去量身定制音頻 精準地還原音樂裏每一個細節 它兩款的主動降噪技術 想安靜地享受音樂的時候 可以提供到最大的支援 強大的續航力 不用整天都要顧著充電味 香港各大電器店和網上都買到 Creative在香港澳門都有總代理 詳情可以上他們的網站看看 第一個和大家說的Shopping Mall 就是在台中車站附近的La La Port 在車站走過去大概10-15分鐘左右 它是2023年5月才開幕 可以說是今年全新的台中購物地標之一 它分了南館和北館 兩館之間就會有行人天橋連接 北館主要賣國際品牌的衣著和日系流行服飾為主 還有咖啡店、書店和日式美食街 南館就賣日式家品 還有超市、卡通主題店和多角美食街為主 兩個館合起來佔地超過2萬坪 大概有250間店舖 這裡整體感覺很新很美 也很熱鬧 但賣的東西例如衣服、鞋等 價錢方面我覺得不算便宜 所以大家的蛋藥可以留在日本才買 至於其他東西 好像卡通精品、家品那些 價錢都可以的 餐廳這裡比較受歡迎 日式和多角美食街都是很多人 有間食泡妃的 你看他們排隊的人龍真的很誇張 對啦啦 Pot這邊都很近寒溪夜市 坐的士過去大概5分鐘就到了 寒溪夜市有超過300個攤檔 是當地人最愛行的夜市之一 大家都可以看回我的台中自由行第一集 都有詳細介紹 準確來說 喜歡購買的 可以連夜市去安排半日行程 都是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就講下一個在地人 都會常常去幫忙 OLED 麗寶 它不單是一個OLED那麼簡單 它旁邊的麗寶樂園 還有一個集機動娛樂設施 水上樂園 還有酒店住宿的一個休閒度假區 現在就來講一下交通路線 如果住在高鐵站附近 可以在高鐵台中站 坐155號公車直達 但車程就長一點 都要整個半小時 火車就可以在台中車站 坐到後里站 再轉巴士 車程總共45分鐘左右 它都有免費的Certle Plus 在指定地方坐 詳情大家可以上官網看 它班次不算密 我個人覺得自己坐車去的時間會彈性很多 我今次住在台中車站附近 所以就在那邊出發 推薦大家可以試試台鐵便當 是真的蠻好吃的 它比高鐵的好吃很多 由台中車站到後里 車程大概30分鐘 到站後在後里市區出口那邊出 出來之後一直向前走5分鐘便會到巴士站 就是這裏坐155號過去 車程大概3個字 下車之後跟著指示牌走便到了 走進去OLED前會經過樂園的酒店 左手邊是進去樂園 右手邊是去OLED和水上樂園 整個麗布OLED分了一二期 總共有四個區 設計上它有一半地方都用了露天風格 還有很有歐綠色彩 而另一邊就像平時大型購物店一樣 這裡合起來都有三百多間店 賣的東西都像平時走日本的OLED 而且價錢和折扣都很吸引 是會令你有想買東西的衝動 喜歡嗎?買呀! 做事做得那麼辛苦是甚麼? 買呀! 麗布OLED和樂園的官網 我都放在資訊欄道 大家有興趣可以慢慢了解 總括來說 麗布OLED有適合一家大小的樂園玩 等陪伴小朋友之餘 都可以購買一下心頭號 走這裏都幾似在走日本OLED 在除了位置比較距離台中市中心 遠一點之外 真的沒甚麼缺點了 未來過都值得來看看 接著就來講一下台中港那邊的三隻OLED 如果要安排行程的話 可以在行完OLED之後 沿著海邊的吾棲觀江漁港 一路玩到高尾濕地看日落 日晚就直接飛的去六峰夜市 或者清水五泉夜市 另外三隻OLED都很近台中機場 有幾輛公車都可以去來往 車程大概半小時至九個小時左右 在台中車站出發的話 就建議坐公車310號 不用轉車到站行幾分鐘就到 310號是在台中車站地下的月台A那邊 在美爾的台中港旅客服務中心這個站落 上車了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就到 下車之後都有指示牌告訴你怎樣走過去 它旁邊都有一個觀景台 可以上去跳望一下台中港口的風景 留意它是有開放時間的 兩隊的view就是這樣 日落的景都挺漂亮的 在觀景台的旁邊就是OLED的入口 台中港的OLED是全台灣首座以海綱形設計做concept 亦都是全台中最大的OLED 這裡可以欣賞到海邊的風景 亦都有一大片草地野餐給小朋友玩 店舖數量大概有220間左右 日式和西式的餐廳加起來都有20多間 這裡都有小朋友喜歡玩的遊樂設施 而大型的摩天輪和貨櫃的backdrop 都是這裡打卡之一 總結來說 Lalapop和台中港OLED雖然屬於三井集團 但前者主要以賣時尚品牌為主 價錢定位都比較高 後者就和麗寶OLED一樣 可以說是品牌的山貨地 賣的東西和價錢都是便宜很多 一口氣介紹了三個shopping的地方 大家對誰比較有興趣呢? 有誰是你會想去?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都知道你們的看法 本來今次的台中之旅 我還預備去亞里山玩兩夜一夜 還在KKDAY買了個當地旅行社的package 大約1500元左右 它是由嘉義火車站出發 包車上亞里山 連酒店一晚住宿 都有包著兩餐 和山上看日出的小貨車車票 和一些景點的渡賞 大可惜出發前一天就收到旅行社的通知 因為打風之後 上山的路仍然都有落石危險 所以就取消了行程 唯有下次再去 最重要當地的居民沒有嚴重的傷亡就好 而因為台中附近的景點 好像日月潭清景當時都封鎖了 所以多出來的兩夜一夜 我就決定上台北快閃 下一集會和大家去試一下 台北多家古早風味的美食 上次吃了什麼 記得留意收睇下一集 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鈴鐺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和IG 那我下一條片一出 現在你們就會成為我最新收睇的觀眾 好啦 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收看 下集見 拜拜啦